这是德福坑师傅最惨的意思 就见他身着黄马褂坐在石为天里啃着大鸡腿 赛掌柜找他要钱 咱德福就一句话 你可看清楚了 我可是穿的黄马褂来的 黄马褂怎么了 吃饭付钱那是天经地义的事 我穿的黄马褂 那就是真龙天子的待遇 你敢跟我要银子 这一切的开始 还得从喜师傅被赏赐的黄马褂说起 听师傅说 这黄马褂穿上之后 就是真龙天子的待遇 德福第二天一早 偷偷地穿着黄马褂就出去了 你瞧这山顶红 不酸不甜 这么合适 德福抓了一把 直接就走了 这小贩自然不肯 追着要钱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黄马褂你知道吗 今儿我遇见什么了 德福穿着黄马褂 一整个满大街晃眼 然后准备找个理发师傅 打算捣嚓捣嚓 自己能起锁毛 他冷不定的一瞅 就看见了瑞欽 接着拔腿就跑 倾刻间 理发师傅的行为 就展现了编剧 在这一张节的声音 面对刚刚坐在凳子上的客人 理发师傅一甩脸色 这种深入人心的黄泉 早就清透了腐朽的王朝 并不是一招便饭 能够轻易推翻的 而穿着黄马褂的德福 一个丝滑的走位 就来到了瑞欽的跟前 他往这一站 刚想给自己的亲上人 装个大的 可没想到 却当场拉了一拖大的 瑞欽根本不在乎 那叫话的 王爷家里也有 说句不好听的 进王爷家里有多少件 那都不好说 可是恋爱脑上头的德福 丝滑跨栏 接着就开始跟瑞欽吹了起来 什么 自己给真娘娘治病 皇上刺了一件黄马褂 是啥你师父的吧 那也有我的份儿嘛 德福就憨憨地表示 要陪着瑞欽 瑞欽大包小件的 拿了一堆东西 就被德福拿走 接过了拎包的 顺便 德福也当着瑞欽的面 虽然这次没有装成 可接下来 德福就直接开始 硬拿硬买 突出一个 穿着老爱家的皮 薅老百姓的羊毛 这不给人钱合适吗 合适 咋又没钱 是人家自己个乐也给的 再说了 他知道我们是谁 人家孝敬的是黄马褂 这话自然是真话 打不破这铁屋子 这黄马褂自然会存在 这次德福在瑞欽面前 装了一拨大的后 殊不知 这一切在那个女人面前 都不过是一句话的事 眼见喜师傅 拿了黄马褂 王太医 纠结了太医院的太医们 是齐齐跪在一个人身前 死人便是 黄金马桶窃居的老女人 天战略国的不朽战神 活在小吃馆的三大侍身之一 纯情形长继承人 天生的正式换手 最后的盖冠者 封建主义崩溃的黑锅侠 神圣带清帝国的太后 叶河那拉 太皇太后 老佛爷 这些太医师 一往昔 蒸容岁月 念旧日 医院风云 一边卖惨 说我为老爱家流过血 我给老祖宗看过病 一边说 给喜师傅黄马褂 是闭着眼睛看王吧 无事规定 行了 你们也别要死要活的了 小李子 在 就说我说的 一人给他们一件 德福拼命炫耀的 不过是老佛爷随口的赏赐 不过 这一切德福不得而知 他还沉溺在巨大的狂喜之中 这还有假 这是德福作过的最大的死 在示威天 站桌子上 开始炫耀自己身上的黄马褂 我告诉你们 在皇宫里 我见过用金子做的门 摸摸大库 摸摸行不 摸吧 摸过黄马褂 胖厨子都不得不说 这要不是皇宫里面的东西呢 满软 这一切都被卢宝暗车车的看见 卢宝终于抓住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宣吉 咱们的老朋友梦的老板又带着一副笑脸 跑过来给喜师傅道喜 我这次又特意来给您恭喜的 喜师傅要把梦的老板请出去 可这次啊 这次梦的老板带着苍州之府之县 大大小小的官员 一起来给喜师傅道喜 说啥都要看看那件黄马褂 这下可就糟糕了 胡大姐是翻箱倒柜 也没找到 那黄马褂到底在哪 喜师傅这边拖延着时间 就看见玉儿把他召唤了进去 进去一听 喜师傅就慌了神的 玉丝黄马褂不见了 苍州的官员们就跟苍蝇一样 赶也赶不走 请也请不动 说啥都要拜一拜 从皇上身上脱下来的保暖内衣 最后喜师傅情急之下 拿出德夫小时候用的屁股帘 好家伙 这属于是从保暖内裤进化到大裤衩子的 然后找了块红布 遮住了玉丝裤衩 准备迎接参拜 而这个时候 咱们正牌黄马褂 正在食为天大块土衣 砍着鸡腿吹着牛 赛掌柜来要钱都一脸无所谓 你可看清楚了 我可是穿的黄马褂来的 黄马褂怎么了 吃饭付钱 那是天经地义的事 我穿的黄马褂 那都是真龙天子的待遇 你敢跟我要银子 这个时候 赛掌柜也替喜师傅教育起了徒弟 你看看你把黄马褂都穿成什么了 你要不给钱也可以 你乖乖地回去 跟你师父认个错讨顿大 不然的话 把银子给我拿出来 咱们德福黄马褂还没穿过瘾呢 趁着赛西师去招待客人 一个丝滑走位 就被九门背锅侠的手下 顺利地抓走了 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微微一笑 卢宝这次算是无巧不成书 一方面把黄马褂给带走了 而另外一方面 又让喜师傅必须要有黄马褂 此刻 苍州一星人正对着哭茶子 开始败了起了 这会功夫 好姐妹赛西师 也偷偷把德福 因为损害皇家威严的事 被抓走的事 悄悄地告诉了喜师傅两口子 那喜师傅还一头雾水 九门背锅侠带着牙役 叫把喜师傅带走审问 德福那边是耀武扬威 把自己师傅搬出来当后台 九门背锅侠可不关键 直接派牙役上门提人 在苍州官员 还在跟九门牙役拉扯不清的时候 孟老板直接开启了猫雷战法 这是喜师傅入京以来 最危机的一次 这牙役直接与喜师傅套上 连人带屁股帘子一起给带走 这胡大姐是哭哭啼啼地 找到了鲁大人帮忙 鲁正明细细一问 胡大姐把这事一说 然后就全指望着鲁大人帮一把 这事说大不大 可是说小也不小 那鲁大人这么一说 这事就不大不小了 然后他就回去打算 找王爷商量商量办法 毕竟从官面上 大家给他面子 也是看在敬王爷的份上 这给喜师傅求情的 还有瑞心 瑞心给哥哥一说 哥哥那一双翘目带着笑意 有了哥哥的帮忙 还有鲁大人的助力 第二天 两个人就被人从大牢里拉出去 上了顺天府大牢 这走了一下流程 德福又开始口不择言 要不是因为俺们俩来了 人家鲁大人能坐在那儿吗 奔福问你 你们可知罪吗 喜师傅和德福都失口否认弃君 德福表示 哥们穿的就是真黄马褂 怎么能算弃君呢 人家都是自愿不要钱的 那顺天府尹可就有话说了 你小子违背了老爱家的基本法呀 黄马褂身上油乎乎的 你几个意思 你还说不知罪 然后咱们喜师傅 那可就是保管不善 任由徒顶招摇撞骗 这两项罪责叠加到一起 再加上他妈的 你还拿着屁股帘子 当黄马褂供人朝拜 那还有什么话要说 喜师傅自然是无话可说 也没有任何办法 他看着鲁大人心里也安安窃喜 说鲁大人知道俺喜来乐 从来都是胆小怕事 你等身为暗犯 休得无礼 他就怎么了 没事啊 做给别人看着吧 也都是演演戏 这顺天府尹一看 你们两个招供的这么顺便 就问鲁大人 这事儿人权认了 正无证词清洗 只是这量刑方面 鲁大人 您看 这鲁大人微微一笑 您是主审 您并好 要依我嘛 这有辱皇恩的事儿 当然应该重判 但是鲁大人 您既然在这儿 咱们参加荒野求生不太好 要不就判个十年八年的吧 这这这真判呀 别讲 俺们还得跟王爷瞧病呢 那顺天府尹表示 十年都轻了 这事儿严格来说 你们两个都是二等分 而鲁大人也话锋一转 表示 小伙子 这么重的案子 你得懂点事儿了 说过吗 鲁大人不会不管咱们 嘿 师父 咱走 站住 大唐之上竟敢如此放肆 大人 您也别看王爷 您也别看我 该怎么判就怎么判 那既然要重判 顺天府尹也表示 那凌迟吧 事业 两个人 直接被打入了顺天府大锅 狱卒在换衣服的时候 照例询问了一下 你们两个啥罪名进来的 欺君之罪 这下 直接让狱卒一个 全体实力 肃然起敬的情 和这穿着皇上的皇马褂 满世界溜达的 就是你们俩呀 然后 贴心地给他们拿出了红衣服 与戒都柔和了许多 两位大哥 换上这红色的 尽好把包补 您先进 那么 师徒两人 命运如何 狱之后始如何 欢迎长安大拇指三秒 为巨眼充能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